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路两侧的铜路灯用淡淡的光芒 点缀着深如海般的宫院 把守宫门的内带礼剑 因为身体不舒服 且以着扮演的宫门威逼双目养神 忽然一阵稀疏的脚步声引起了他的警觉 睁眼向宫门外望去 却见一个黑鹰敏捷的贴着宫墙向宫门闯来 慈庆宫地处皇城深处 是宫外人无法涉足的禁区 现在是黄昏时节 居然有人潜入 必非良善之徒 李剑睡意全消了 贺问了一声 谁 话音没落 只见那条黑鹰已见不向自己扑来 李剑原是内府兵杖局的管事 也练过棘手武功 轻轻侧身躲闪 却听卡的一声 来人手持的枣木棍 已经狠狠地打到了宫门上 李剑惊魂未定 那条枣木棍又带着风从他的头顶披面而下 李剑一面缩头拔背躲过棍头 一面急声喝喊 有刺客 那刺客听见喝喊 似乎更加愤怒 一连三棍 棍棍指向李剑的要害 说时迟那时快 没等各防侍卫出来 李剑已被重重地打倒在地 刺客似乎胸有成竹 并不与李剑纠缠 竟自飞身直扑太子居住的正殿 一棍凿开了殿门 纵身就要往里闯 这时那时韩本用 已带着二十余名宫廷护卫赶到眼下 把刺客团团围住 刺客见形势不妙 横扫一棍下退众人 撒腿就往回跑 但是攻进重地 那里容他在脱身 四面八方拥出了数不清的内饰 尽管刺客身材高大 终究竟寡不敌众 被喊本用等国勤 攻进重地居然有人行刺太子 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竹长落于惊恐之中 传令将刺客交东华门守卫人员勘抗 自己连夜赶到乾清宫 向父亲万历皇帝朱义军禀报 这位万历皇帝本性懒惰且胆小卢数 听说东宫出了行刺案 自己心头先砰砰乱跳起来 一方面命令加强攻进 一方面传指将犯人交皇城法司严加审讯 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 是在后半夜听说东宫行刺事件的 闻讯后不觉下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天的皇城守备工作是由他督查的 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 在攻进森严的紫禁城内 会有人窜到慈庆宫行凶 听说太子无恙 他心中暗暗庆幸 诞生宫之内有人越过层层警戒 去谋杀皇太子 而自己身负皇城司法之职 事先敬意无所知 明显是失职务士 论律是要受到严厉切则的 所以他恨透了那个刺客 连夜展开了对刺客的审讯 审讯是那蜡烛明灭 昏暗的烛光把一座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 衬托的七七灿灿 倒增加了几分恐怖气氛 刺客被五花大绑的推了进来 刘廷元迅速打量了一眼这个凶犯 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 犯人身高在七尺左右 体型魁梧 一张方形大脸上布满杀气 透出一股凶恶的样子 身上的装束却完全是农民打扮 再看看他所带的凶气 是一根碗口粗的枣木挺棍 足有一丈多长 那重量不会少于三十斤 刘廷元暗中私寸 要不是慈宁宫有几个学过拳脚的内侍 皇太子今天可能就死在这枣木棍下了 越想越后怕 越怕越生气 不由的靶经堂木一拍 力声贺问 大胆刁徒 你是那里人士 为什么私闯公确行刺太子 刺客好像没听见贺问一般 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刘廷元越发恼怒 一声令吓打 早已憋足了近的掌刑太监 立刻把刺客按倒 一阵棍棒猛打下去 刺客在这训练有素的仗机下 血肉狼藉 连连求饶 刘廷元喝止刑刑的内侍 头道 你是讲也不讲 刺客的凶艳已经完全被打下去了 战战兢兢的说 老爷息怒 小人愿讲 小人姓李乃房山县人士 刘廷元立即拍案博道 胡说 听你说话一口惊东语音 怎么会是惊奇房山人 看来不动大行你是不肯实供的了 来 把他给我夹起来 刑刑太监一声吆喝 把家棍置在了刺客眼前 刺客这回才真着了慌 像捣算一样的扣着头说 别打别打 小人实说就是 小人实是京东济县人 名幻张差 雾农业 平日吃摘念佛没干过坏事 今天误入皇城迷失了方向 见有人阻拦自己 生怕被捉住沙头 才动了沙鸡 刘廷元又问 你是如何溜进进城 又怎样来到东宫 张差支支吾吾半赏也没说个明白 从他那语无伦次的窘态看 这内中似有难言之隐 审到这里刘廷元不觉心中一阵 他在皇城任职已久 深知宫中的情况 紫禁城四门宫尽森严 平日里就是连一只灵猫也难以窜入 这张差事今七尺大汉 又手持挺棒 如何能轻易的混进宫来 即使混得进来 又如何能躲过一波接一波的巡逻侍卫 而如入无人之境般的 窜到大内的慈庆宫 从他那吐吐吞吞的态度看 分明是有人指使 但这指使人是谁呢 刘廷元也知道 皇太子乃是王公妃所生 王公妃是宫女出身 所以皇太子并不受皇上的宠爱 倒是前几年被封为 福王的三皇子珠长群 最受皇帝青睐 满朝文武都知道 皇帝早就有意费长利诱 把三皇子扶到太子的宝座上去 尤其是最近几个月 福王的母亲郑贵妃 越来越得到皇上的宠幸 外间纷纷传说 不久东宫太子的贵官 就将从皇长子头上摘掉 而带到福王头上 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这起 令人难以捉摸的挺鸡案 其中莫非有什么文章 明朝后期 朝阁内的门户之争十分激烈 阁臣 内侍 后妃 王子 皇妻之间勾心斗角 正未夺权已成了风气 居官者没处理一件事 总要前思后想 反复权衡 才不至于失机走错 刘廷元自然深谙其中的道理 此刻他面对着刺客 心中却泛起了惆怅 如果穷追到底 万一把事情扩大到皇帝或郑贵妃身上去 自己无疑要落个灭门九族的下场 但是如果不再深究 万一罪犯与恭维争斗无关 自己又逃脱不了 审案不立纵容凶犯的罪名 真是左右为难 面对这种窘境 唯一的解脱办法 就是把案犯推给别人审理了事 但怎么推出去呢? 刘廷元早已无心听刺客 那东一句西一句不着边际的供词了 想来想去 想出了一个左右逢源的好主意 于是他打断了张钗的招供 扶案集输了一道奏折 大一事 刺客张钗 双目呆直 语无伦刺 刺有疯癫之急 但观其举止 又多狡诈之态 皇城之内无法司机构 同难水落石出 成请压地外府法司延续 这道奏折真可以算明代后期 推为公文中的典型之作了 说刺客疯癫 是为给他的指使者开一个方便之门 如果皇上的意思事不深究 那么疯癫就是最好的借口 说刺客狡诈 是给自己留条退路 一旦有丝查明真相 那么我早已指出了他的狡诈 谁能指责我轻动凶手呢? 刘亭源的办法果然奏效 东宫挺机案被他轻易地推到了刑部 刑部唐官建案情重大 不敢怠慢 立即指派郎中胡适相 原外郎赵慧珍 老永家三人会审 误求追查清楚 而三位会审官员 也是久居刑部的老警官 接到案卷后心里都明白 这是把一个审又不能审 推又推不掉的大包袱甩给了自己 他们比刘亭源更清楚 依皇帝的意思 东宫太子备废只是早晚间的事了 而郑贵妃一家却荣宠日甚 那位郑贵妃不但容貌倾国倾城 而且深能体谅万历的心思 已经成了万历一刻不能离开的人物 加上他的父兄都在朝廷中居高官 儿子福王又是万历从小抱着长大的最钟爱的皇子 庙堂上下几乎没有人不被这个家族的炙手可热所设服 就连内阁首辅方从哲 也得看着郑贵妃的眼色行事 现在张差赶在光天化月之王去行刺皇太子 如果没有人指使 恐怕再借点他胆子也不敢去 指使人是谁 除了郑贵妃就是皇帝自己 审来审去审到皇上贵妃的头上来了 这不是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吗 可是不追行不行呢 看来还不行 因为此案已发 朝野震动 不少正直的阎官纷纷上书 要求问个水落石出 如果拖延下去 不但百官要群起而公知 就是刑部唐官也不会答应 因此还没接触案犯 三个人就凑到一起商量 弄个什么结局合适了 三位主审官中还是胡适相最聪明 他从皇城内转出的遗文中 发现了刘廷元说张差是个疯子的奏折 这真是个绝妙的托词 干脆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 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 疯子半疯事 甭说是皇太子 就是当今万岁说不定他也敢打 顺情合理 一了百了 三人协商已定 自然分头行动 好在都是刑部的老油条 想造个假供 撒个大谎还是有办法的 也难为这三个人不知是怎么配合的 第二天大堂上医审 就把疯子来龙去卖审清了 依他们的禀文说 张差原是个卖柴草的 年初因为得罪了人 被人拔几年来 辛苦击下的柴草一把火烧光了 张差背弃的精神失常 四月间带病进京告状 路上碰到了两个不知名姓的人 很为他抱不平 指点他说 要告状就找皇帝老子告 如果没有状旨 可以拿一根大木棍做标志 这样皇宫的人就不阻拦了 张差报仇心切 就拿着棍子从东华门溜进皇宫 由于不识途径 错把慈庆宫当成了皇帝的住所 造成了一场虚惊 案情脉络清楚 张差画压巨洁 审官共义以为合乎情理 张差手持凶器在大内打上宦官 惊吓太子 最不容诛 应立于斩绝 审案结果很快报到了刑部 下一步只需由刑部转成皇上 得到诸批就可以结案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 差时间化为乌有 真是神来之笔 不读三位审官沾沾自喜 就是刑部上书以案子惊叹 谁知 奏本还没批回 消息已不静自走 朝野间未知鼎沸 各路言官纷纷上文 指责刑部 对这样一桩大案审理的太不清楚 要求一定要查清幕后指使人 把案子又给拖了下来 住在昆宁宫的万历皇帝 每天都骑得很晚 但东宫挺机案后 他却几天睡不好觉 这倒不是他替皇太子担心 只是那位最宠幸的郑贵妃 天天哭着催他快点结案 平心而论挺机案在发生前的内幕 万历师一点也不知道的 即使是出事后 他也没有任何联想 只把人犯交下去令刑部严查 他的意思还是准备搞个水落事出 但是案子转下后 郑贵妃就埋怨他为什么不亲自审理 不久 朝官们请求追查元凶的奏书 就像雪片般的飞进宫院来了 这使万历隐隐感到挺机皇太子的阴谋 与郑贵不无关系 这么一来他自己倒先慌了手脚 因为郑贵已经成了他生活中虚余不可缺少的人物了 他觉得后宫三千粉带 尽管环贵艳寿各具情态 但郑贵的美貌是无与伦比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郑贵对自己的百般温存体贴 使他恨不能把什么都交给郑贵 他也曾答应过将郑贵所生的三皇子立为东宫太子 但遭到了百官的激烈反对 直拖了十多年 最后还不得不策立皇长子朱长洛为皇太子 把郑贵所生的三皇子朱长寻封为福王 这一使他感到很对不起自己的爱妃了 现在如果郑贵真的导演了这场谋杀案 揭发出去 他是断无活命希望的 那么自己后半生怎么打发姑妻的光阴呢 所以万历此刻又成了最怕事态扩大的人了 今天早晨刚交音时他就醒了 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 行故的审理结果上来了吗 事后在他身边的太监回答 隐于昨晚送进宫来了 万历一下子坐起来 慌忙披上衣服 就在龙岸前捧起了那道奏折 看着奏折 他不觉心花怒放 嘴里不断的刀念着 干历干历 真是震的干历 跟着提起朱笔就要批复 可是再一看 龙岸上满满堆了一大碟主观奏书 好像专门和他过不去一般 都是要求追查元凶的 奏折指出 张差入宫行凶 必有内应 也必有幕后指使 而行故只斩张差一人 且你速快 显然意在杀人灭口 包庇元凶 还有人指出 张差绝不是疯癫 只要重刑拷问 真情不难查实 请求不失十一言成幕后指使人 以速攻为 以速攻为 这不是直接点明了幕后指使人在后宫之中吗 万力一股怒气油然而起 他真想把这些讨厌的阎官杀两个出气 但是他知道 此刻杀阎官无异于火上浇油 使群分越来越大 万力颓唐的靠在龙椅背上 一时没了主张 这时司礼间兵闭太监已经来到昆明宫 请求对昨晚进城的奏章给予明示 万力只好拿出他的老办法 把所有奏折一概流中 有特降一指 令刑部务必将张差严加看管 不准他与任何外来人接触 如烧有差池 避雨延半 农历五月的北京 已经是半夏季节了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 晒得人皮肤有些发疼 刑部监狱里仍然是窗飞紧闭 密不透风 犯人们热得呼呼喘息 有人行伤腐烂 疼痛难忍不由大声呻吟起来 几名狱卒手提皮鞭 呼喊着不许犯人呻吟 而囚房内只安静了一小会 呻吟声就又传了出来 在勘押房的直观室内 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 正双手捂着耳朵 扶在桌上沉思 他叫王之堂 官居刑部主事 这个人虽然只是个六品官 但却颇为干练 而且性格耿直 主持正义 所以很受同僚敬仰 东宫挺基案发生后 王之堂只用冷静的眼光 观察着审理的进程 多少年来 他与朝廷中一些正直的大臣一样 非常同情受皇帝冷落的皇太子 自从宫中传出万利要费掌利诱的消息后 他更替皇太子担心 挺基案发 朝野震惊 一王之躯激警 早就看穿这是郑贵妃在里面搞鬼 他非常希望刑部 审官能从中发现破绽 穷追到底 把郑贵妃的丑行招视天下 但是没想到胡适相耍了个滑头 把风锅给压下去了 他感到十分气愤 但是自己没有受命审理此案 无法审讯刺客 为了昭雪事实 他决定私自查访此案 要查访就必须接触犯人 而近几天刑部监狱突然加强了戒备 要犯张差的龙昊更是守卫严密 不要说是探视者 就是刑部官吏 也必须持特发的虎头牌才能涉足 这就给调查真情设下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王之堂挖空心思 终于想出了一个接近案犯的好办法 他知道 尽管狱中戒备森严 但犯人总是要开犯的 如果谋到管理劳犯的差事 自己出入监狱就方便多了 于是他登门拜访了刑部侍郎张问答 很顺利的讨下了管理劳犯的差事 上任十天以来 他亲自带领一族给犯人送饭 暗中注意观察张差的情况 他发现张差虽然已是遍体磅伤 但却非常能吃 每次发的玉饭好像都填不满肚子 还有一点非常令王之 嫡心 就是张差平时举止动作都很灵敏 绝不像有疯癫症的人 这正是自己前一段的判断是正确的 今天他准备开始一个冒险的行动了 那就是利用开犯时间 突击审讯张差 由于自己不是法定审官 在狱中随意审讯犯人是要获罪的 何况张差是个预发要犯 如果审理不好 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 还要把自己给饶进去 审讯时间不能过长 以防上次知道了前来干涉 审讯方法必须合适 这样才能套出真情 王之堂坐在值班房里 嚼尽脑汁 一遍一遍的思索自己的审讯计划 直到认为无懈可击了 才站起身来 吩咐准备开饭 牢房里只有开饭时间 是最活跃的时间 今天王之堂特意观照 在简陋的饭菜中加了几片炖肉 当装满牢饭的小车 在囚号间行走时 牢房内净弥漫着一股诱人的肉香 犯人们多日不见昏腥了 一闻见肉香早已鸡肠如骨 王之堂像往日一样 亲自督促着往个牢房里送饭 但他特别叮咛 先不要给张差送饭 各囚号的牢饭都发完了 犯人们津津有味的大嚼着肉菜汤 而张差所在的单人囚房 却仍旧是牢门紧闭 无人理睬 被肉香饮诱的口水直流的张差 几次扒着牢门观望 都没发现有给他送饭的迹象 听着其他牢房狼吞虎咽的吃饭声 他的肠子都快翻过来了 不觉得敲着牢门喊 还没给我送饭呢 当他喊得筋疲力尽时 牢房忽然开了 王之率领着几名狱卒 还有一位文书样的官员走了进来 狱卒提着的木桶里 散发出一阵阵肉香 张差两只眼睛紧紧的盯着木桶 嘴里喃喃的说 肉 肉 王之心中不免蹦蹦乱跳 他真担心自己精心准备的一场突然袭击 会遭到惨败 他明白此时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如果审不出新结果 自己就要到刑部自认一个越级私审犯人的罪名 发配边远充军 他尽量压抑着激动的感情 平和的说 张差本主是今天要你把刑刺的详情讲出来 张差听了把眼睛一番说 我是来告状的 你问我干什么 王之说 我今天是特地来开脱你的 你讲明了 我自会设法放你出去 张差指了指饭桶说 先吃饭行不行 王之说 不行 饭菜都在此 但说了才给你 不说就饿死你 狱卒紧跟着用勺子搅了一下肉汤 一股香气迎面扑来 王之所幸其地坐下 并是以文书也坐下 玉立搬过一张小桌 请文书把笔墨打开 王之说 张差 本官知道你是受到欺骗 才犯此大罪 只要你把情有讲清 本官自会从轻发落你 张差自被捕后 所见到的官员一个个都是横眉立目 唯独这位王大老爷始终和颜悦色 他还记得昨天自己没吃饱 还是这位王大老爷下令 又给补了一大碗饭 今天不但亲来送饭 还要开脱自己 真是个好人 想到这里 张差已经毫无戒备了 王之是当过支线的 对犯人的心思猜夺颇准 知道缺口已经快打开了 就开始按照自己想好的程序 把一个个要害问题都提了出来 张差一则急于吃饭 一则希望得到赦免 所以尽管有时还要支支吾吾 但大体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了 原来张差却是冀州人 小名张五儿务农为生 因金岁春晚田里收成眼看无望 私谋着进京找条生路 恰好他有一个姓马的邻居 平时称他为马三舅 介绍了一位在宫里供奉的李姓太监 自称能在宫中给他谋个差事 十天前李太监带了一位 不肯透露名姓的太监来见他 叮嘱他只要一切听这位公公的话 就一辈子不愁吃穿 于是张差随这个太监进了京城 住在一个很大宅子里 这个宅子里来往的近是些太监 自己在这里住了几天 好吃好喝也不干活 端午节前 那个带他来的太监告诉他 让他去打死一个三十多岁穿龙衣的人 还说是城后给他几亩地 张差见有利可图就答应了 那位老公给了他一根棗木棒 并带着他从一座大城门进了宫 一直被领到打人的那个宫门口 还说要打敌人就住在大殿里 于是发生了闯宫案 审到这里 整个案情的眉目完全清楚了 王之进一步盯问 张差进京后住处的位置 他说只记的是一条大街的中间 再问其他细节 张差推说一概不知 王之堂看看时候已经不早 不敢再就停下去 于是吩咐文书把供词念了一遍 张差点头应称 当场画压按手印 王之时又好言安抚了张差几句 带领着随从 匆匆离开了监房 回到家中 王之堂兴奋的情绪 久久没有平息下来 对于这次冒险的行动 他事先连妻子也没有告诉 原已做好了丢官发配的准备 不想今天一旦告捷 形势一下子变得非常有力 他又仔细揣摩了张差的供词 感觉没有什么漏洞 为了促使早日查清幕后人 他忘记了数热 一口气写了一道三千多字的揭贴 把前因后果叙述的非常清楚 最后又特别强调事发于东宫 或使起于肖墙 张叉无封颠之政 恭为有引路之人 此案不招 天理难容 应依旧利 或付凶犯于文华殿前举朝共审 或发案卷于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堪 误令指使者陷于天罗帝网之中 无以逃顿 斜臂站起身来 信手推开窗飞 一股罪人的清香立刻漫进乌兰 这时他才发现夏已深了 庭院中一株枝叶茂盛的枣树 坠满了淡黄色的小花 此进城内的乾清宫 今天显得异常宁静 宫额内侍们走路轻悄悄的 似乎怕发出一点声响 阳光斜照着挂在宫门上的大竹帘子 栽殿内头下斑斑勃勃的阴影 摆在遇到两侧的几盆大石榴 正在斩包怒放 马脑一样红的花朵在枝叶间摇曳 似乎在倾听殿内万吏皇帝的叹息声 从早上到现在 万吏已无缘无故的发了三回脾气了 公额们知道他是为处理挺鸡案伤脑筋 所以一个个更加小心翼翼 连大气也不敢出了 万吏昨天就收到了 由刑部侍郎张问达代诚的王之堂的接贴 这小小的接贴简直就是郑贵妃的催命符呀 与此同时 他还接到了东厂密探送来的一份密扎 扎中写到王之堂的接贴内容已传遍京城 街头向益舆论纷纷 都在指示郑贵妃谋杀太子 郑阳门外的一家茶馆 还有人把王之志沈章诧编成了曲子词当众演唱 这就更令万吏烦躁不已 那可爱的郑飞昨天来到昆宁宫 默默的请了个安就走了 万吏发现她花容憔悴 脸上似有泪痕 心中更加怜惜她 但是又苦无良策解脱她 今天早晨来到乾清宫 发现追问此事的奏书已经堆成了小山 其中行人司政陆大寿的书文中 已经毫不隐晦的使用了奸妻二字 矛头直接指向郑贵妃一家 对这些奏书一概流中倒也无所谓 但接头像一怎么办 内阁催吻怎么办 太子前来哭诉又怎么办 万吏简直手足无措了 这时司礼尖太监又进来禀报 百官群集在五门以外 恳请万岁临朝 万吏烦躁的摆了摆手说 就说朕龙体欠安不见 丙比太监又轻声发问 那东宫挺机案如何批语 万吏无可奈何的说 着力部会同十三司官会审 丙比太监退出后 万吏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一下子颓然贪立在龙椅上 遵照万吏的旨意 刑部汇集了十三司的官员 连同对案情较清楚的 王之胡适相赵慧珍等人 于五月二十一日 对张钗进行了大会审 在气氛森严的刑部大堂上 张钗再也没有抵赖推脱的勇气 供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情节 比如马三就名叫马三道 李村的李太监名叫李守才 引他进京的那个不肯透露姓名的太监 是去冀州监督修铁瓦场的那是庞宝 他来京时住过的那所大宅子 位于朝阳门外 宅子的主人是宫中太监刘成 当问到谁叫他进宫打人时 他毫不隐晦的说就是庞宝和刘成 而且指明让他打死小爷 并告诉他打了小爷 你就吃穿不愁了 最后追问到同伙 才知道他们进京行凶的是一行五人 其中有他的姐夫孔道 案子审到这里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 那庞宝刘成都是郑妃手下的亲信太监 至于他们让打敌小爷 就是平日里太监对东宫太子的习惯称呼 郑贵妃指使行凶已毫无疑问 但为了坐实人证 刑部还建议大理寺督察院抒请万岁 准宇到内庭去把庞宝刘成抓来对质 消息传到皇城后 郑贵妃几乎支持不住了 她费尽心机策划了好几年 好容易才拟定了这样一个刺杀计划 不想被庞宝刘成等人搞成了这个样子 郑贵妃深深的了解庞宝和刘成 这两个笨蛋生性刺利内人 一旦被抓去审讯 如何经得住三大法司那严厉的追问 到那时自己生败名列还不要紧 连自己的父亲兄长也会被一网打尽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啊 她思前想后感到是没有什么退路可走了 目前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位最宠信自己的万历皇帝身上 想方设法求她从中斡旋 但是她又觉得此话实在难以启齿 正在为难之际 殿外传来了脚步声 一名公额轻轻的走进来 禀报圣驾道 郑贵妃心中感到了极大宽慰 慌忙抹去泪痕 往脸上淡淡敷了点胭脂 立刻显得花容俊秀 魅态百声 这时万历已经走进暖阁来了 郑贵妃从小就受皇帝冷落 在孤妻的环境中长大 形成了一种懦弱多愁善感的性格 端午前夕被张差行刺下的魂不附体 这几天又被外界的舆论扰得坐卧不安 虽然群臣的言论都是护着她的 虽然她也知道这次谋杀一案与郑贵妃有关 但她总感到那些奏折都不自觉的把自己和父皇放到对立位置上去了 这样一来即使惩治了郑飞 自己也只能落个与父皇结怨的结局 所以她倒希望群臣不要再追什么元凶 只要稀释宁人各方面都相安无事就好了 因此她不断与太父们商量 企图找出一个既能平息众怒 又不得罪父皇的两全之法 只是还没想圆满 正在发愁 宫门外却传来了一声声的禀报声 郑娘娘嫁到了 她不明白这位挤兑了自己二十年的郑飞 为什么会来找自己 还没起身 连龙已被高高掀起 郑贵妃在一大群公俄才女的簇拥下走进门来了 太子也不敢怠慢 慌忙起身迎接 郑飞今天穿了一件 相救白鸟嘲讽淡绿窄煎熬 下着鹅黄色洒花白者裙 头上挽着金丝翠斩竹钗 面色雍容体态婀娜 恍若仙女一般 分外引人注目 她进的宫来 太子便挥手令内式回避 当殿内只剩下两个人时 郑飞猛一屈膝 深深的向太子拜了下去 太子没料到她会下拜 慌忙也跪了下去 用手搀扶贵妃 却见郑飞已伸出一双 尖尖欲聪般的小手 把自己扶了起来 太子暗暗赞赏道 真是一位绝代佳人 郑飞倾起朱唇 应应而语 蒋明二十年来 自己对太子是万般尊敬 挺机一案实在与正事无关 如今群臣乱议 众口纷纭 弄得自己有口难辨 有冤难深 只好来向太子表明心计 请太子看在皇上的面上 出头救一救她 说到这里 郑飞已是猪泪横流 戚不成声场 朱长骆被郑飞这一哭 弄得六神无主 他本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况且早就希望结束这件凡人的案子 就十分恳切地说 黄额娘请放心 本宫一定亲自出面 劝说群臣不要再追什么幕后人 郑飞仍然不大放心 恳请皇太子写道令旨 皇太子也不推辞 立即传办他读书的太监王安禁殿 草数了一道文书 严明挺机案郑兄张差既已拿货 把他正罚也就是了 至于所谓幕后人 原属子虚乌有 群臣不必再纠缠不休 文书写罢 让郑飞看过 当即用印发下去了 郑飞这才破题为笑 千恩万谢地辞别回宫 事情发展到这里 似乎可以定节了吧 但是群臣对皇太子的令旨并不满意 反而有人怀疑这是郑飞 向太子施加压力所致 更敢不平 那坚持要追元凶的本章仍然不断的往上递 弄到最后联手府方丛哲也沉不住气 竟然和几十中和世晋大力四成王世昌等人一样 上了一道 勿要研究竹士不可轻易放过的奏章 这下子满朝哗然 逼得万厉皇帝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收场了 六月中旬 紫禁城内突然降下一道圣旨 万岁爷要在慈宁宫召见群臣 通明挺机案真相 这可真是一个破天荒的大新闻 因为这位万历皇帝眷于朝政 已经整整二十五年没和群臣见面了 这次为了宫廷凶杀案 竟亲自临朝 可见此案是关重大 但皇帝要怎样了结此案呢 群臣一点消息也打探不到 万历四十年1615年农历六月十八 慈宁宫前一派庄重肃穆气氛 首辅大臣方从哲 隔臣五道南率领着六部 九卿三司 客道文武诸臣于冠进入慈宁宫 万历坐在慈宁宫的正左上 皇太子站在他的身旁 三位皇孙也被召来 施力在左面的阶下 待群臣参拜后 万历先发制人 则被群臣立主抓元凶 施力见他们父子 竟然讲到挺机一案 不过是内侍旁宝 刘成利用疯子行刺 并没有什么背景 既然凶犯已经查出 只要把他们定为斩罪就算了 不要小提大作 肆意诛连 接着又用手拉着皇太子说 太子对朕很是公顺 朕极喜爱他 如果朕有意废他 何不早降圣旨 况且目前福王已出居洛阳 你们轰传朕要废掌利用 那福王不经宣道 能插翅飞回京城来 今天太子也来了 你们如果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问他 最后把皇太子拉到群臣面前说 群臣都在 你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说说 不要有什么顾忌 皇太子见父亲点了自己 也不再推辞 首先声明了自己与父皇自小就十分融洽 自策封为太子后关系更加清静 又强调张叉却是个疯子 杀掉算了 再无缘无故的抓什么元凶 就是在过火了 要求群臣回去后 千万不要再纠缠不休 至于郑娘娘 一向与自己非常和顺 自己对这位额娘也十分尊敬 怀疑郑娘娘是幕后主使是没有根据的 今后千万不要再提 皇太子的话十分恳切 寻臣听了 明知这是稀释宁人 庇护郑妃 但也不好再多说了 恭恭敬敬的退出了公院 四日张叉被押往西寺牌楼正法 两天后在文华殿前 审理了庞宝流程 由于张叉已死 没有招队 二人把所有责任都推了个干净 依郑妃的意思还要保全他们的性命 但万利感到留着他们终究是个祸根 还是传指把这两个走足处死了 一场宫廷大案就这样被万利父子 一场双簧戏子吸了下来 被处死的不过是几个牺牲品 而真正的策划人 却在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的形式下被保护下来了 但这个案子并没有彻底了结 天启崇祯年间 挺基案和稍后的红丸案一公案一起 几经反复又有一大批人在反复中丧生 这充分说明了明末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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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